那我们觉得呢就是从国内的这个外汇市场来看 在这次宽松的情况下 我们国内的没有积累比较这个明显的单向预期 也没有积累呢就是过高的这个对外债务 那么市场的我们的风险缓示能力呢也是在不断提升的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对我们的影响呢 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有条件保持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的这个均衡这个状态的